九十七,頭條日報,政府推廣不足八成青年不了解儲餘維修 2015年5月9日港民P14本港今年積極推行儲餘維修計劃 政府不斷呼籲市民識食、減少儲餘,謂做大激跌微 不過,有調查顯示,大部份青年雖然支持香港實行儲餘維修 但並不了解儲餘維修再造,認為政府推廣不足 國際青年商會於今年2月至4月,對510位18至40歲年輕人 以網上問卷形式進行香港企業社會責任及儲餘維修再造問卷調查 發現認為自己了解儲餘維修再造的受訪者不足三成 反映多數年輕人不了解儲餘維修 調查中,接近一半受訪人士表示對儲餘維修再造略 一二、兩成四不了解 眾多受訪者中,有338人擔心回收儲餘過程不圈指 82人憂慮會影響健康,14人認為會影響形象 另外,超過九成受訪者支持香港實行儲餘維修再造 余八成受訪者認為政府現時對儲餘維修再造的推廣不足夠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應指,政府認證多管制下處理廚餘問題 長遠需要興建設施,集中處理廚餘,轉廢為能 首個位於北大聚山的廚餘處理設施將於兩年後落成 到雲南市內處理採椅長 老人好 miesz鼓 elp compromise 我最喜歡的大梯